花莲悬门总会在3月23号到27号在花莲县办理 大花莲齐安席福梁皇宝颤法会 席院众神忽悠花莲 而25号在花莲的中林寺办理花莲中林寺法会 县长徐中卫受邀出席 缅怀阴魂永存 更祈求疫情平息 社会平和无灾无难 花莲宣军人钟林寺25号早上9点开始办理其法会 由花莲县政府主办 邀请学门总会 学门法师总会 与学门法师文教基金会承办 县长徐中卫 明镇处长林金虎 将下长游淑珍 先用吴东森以及宜眷亲属共同来参与 期盼透过法会安慰钟林 并且供后人追思缅怀 25号法会流程上午9点开箱敬拜 即使旗鼓眼镜 请佛秉魂科宜李颂 佛说明头宝灿 中午12点30分举行大甘露施石科宜 法会圆满谢恩 欢迎政府明镇处长林金虎表示 宗宁此军人公墓 位在江湘福星村福星五街481号 提供领有农民镇 农民以及现役军人 含替代役 以及配偶王顾 战畜场所截至目前暗战中林达一万余位 欢迎政府也在每年的3月29号 9月3号分别举办春秋国商祭典 国金正网将士应供训命烈士表达最宠告的敬意 以及哀悼 因应亲民十节深重岁远的祭祖活动 众令此从2月7号到4月5号为止 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4点开放民众商商祭祀 林金虎呼吁民众作业司祭祖 注意自身的健康安全 商商务必佩戴口罩 并且配合现场防疫的措施 为了避免人潮的拥挤 家族也请尽量以少数代表方式到场祭祀 大家来一起为防疫来努力 记得请问解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